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历经战场的老革命家陈云已经快90岁的高龄了 因为打仗落下的病根 需要定期去医院疗养护理康复 同时陈老还患有白内障和清光眼 视力很差 虽然看不了电视 但陈老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收听电台的新闻联播 如果有事就叫秘书把广播录下来 有空时再补厅 这天陈老一如既往地在病房内进行康复锻炼 可谁曾想一位新来的女护士的话 却让她勃然大怒 原来这位新来的女护士 一眼就认出了老革命家陈云 激动地和陈老说道 最近热播的陈云出川 剧情惊心动魄特别精彩 剧中的革命战士实在太令人敬佩了 陈云一听 急忙问道 出川 你说的什么 陈云出川 在陈云了解之道 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后 当即叫来秘书 让他把剧本读给自己听 听完后 他二话不说 就提笔写信给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 要求立即停播电视剧 陈老这一举动不禁让人匪夷所思 明明是宣扬红色革命 传递正面人物形象的一部热播剧 为何会被要求立刻停播呢 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支持陈云的老铁们 可以在弹幕打上支持 为这位对革命事业 做出贡献的英雄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相对于历史上大部分的开国元帅和将军们 陈云应该很少被大众所熟知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位老革命家实在是太低调了 但他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依旧是不能够被磨灭的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自己不懂政治军事 但除了他在东北战场上三年零八个月的军事历程外 这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政治组织和经济领导的工作 1905年陈云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年幼时就丧父丧母 是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了他 而在14岁的陈云高中毕业后 便知身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 但让人意外的是出身苦寒的陈云 却对金钱有着特殊的见解 爸爸在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 其他的补贴大概200元 每月上缴的所得税为31.05元 杂七杂八的加一起快2万元 这就是爸爸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这是陈伟华陈云的女儿在回忆附近提到的 可以看出陈云一辈子的积蓄并不多 但他却很是会理财 那么是理哪里的财呢 他这一生全部经历几乎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理财 和闪甘宁边区中 1944年陈云任中央西北局委员 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等 还负责闪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在边区物价起伏上下最厉害的时候 陈云利用了其中的时机 吞吐黄金 法币 巧妙地将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情况化解 还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方针 同年的夏天 边区政府仅在短时间内就收紧黄金万两 赚取了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 充实了银行准备金 还进口了大量必须物资 而让陈云发挥其卓越的经济领导才能 却是在开国之处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 毛主席曾评价到 统一财经 稳定物价斗争的意义 无下于怀海战役 这其中的重要意义换种说法就是 如果要说军事方面上的才能 可以打100分 政治方面统一战线的工作评价上 可以打80分 可经济工作上一直缺乏人才 没有推动 要打0分 但陈云就是在中共经济工作上 那个一直缺乏的奇才 后来陈云还被称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1949年陈云奉命前往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 也稳定了市场物价 终于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 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 陈云和李先念二人 因为两人在经济建设上观点相同 中央也赞同他们二人的观点 所以后来成功的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 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结构 而陈云在工作中一直反复强调 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 而且是不能浪费 就是说国家的物理财力一定要用的恰当 所谓恰当就是持用 早用 多用 少用 先用 后用 缓用 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 就连李先念也曾对他的部下说 我一生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徐帅 徐向前 教诲我打仗 一个是陈云同志 叫我管经济 但一向低调的陈云却从来不把这些当回事 早在1945年 陈云在中共七大上这么发言过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 做得不错 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 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 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 第二是党的领导 第三才轮到个人 陈云并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 在这之前就有一位老同志 写了一篇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 想进行发表 就提前送到陈云那里审看 虽然陈云看后 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但他竟然把文章中 关于他自己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陈云的秘书 也多次劝媒体记者们 不用宣传报道关于陈老的事迹了 因为最后必定会被他压下来 一来二往 大家也就知道了陈云的脾气 各类文章视频 也都会自觉的不再提到他的名字 所以在他知道陈云初川 上映后便立即叫停了播出 陈云初川 主要讲述的就是 1935年春 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 陈云在途中受到了中央命令 奔赴上海恢复党组织 在经历了重重危机后 又前往苏联的故事 在1935年 红军长征途中 蒋介石一方面调集了部队 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另一方面疯狂破坏上海党组织建设 其中红军唯一一台100瓦的 大功率电台被毁 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 建立直接的联系 于是中央立即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第一是让红军继续前行 加快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第二就是派陈云去上海 重新组建党组织 尽快恢复与共产国际产生联系 并将情况完整报告 给苏联那边已获得军事上的支持 因为任务的保密性 陈云此次的行动之道的人 也寥寥无几 大家也都以为他在路途上 遇难或者失踪了 这时的陈云正想办法 从四川安全撤离到上海 而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 特地安排了熟悉四川情况的 地下党员习帽昭护送他出川 与此同时 为了他能够万无一失地出川 还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演了一出戏 在当时的红军抓捕人员中 有一位国民党天权县教育局局长 在逃跑迎经时被抓 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经过商议 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时 利用这个教育局长 帮陈云他们安全经过迎经 于是红军开始这场布局 先是有意让他逃跑 再让陈云和习帽昭和他偶遇 在这个教育局长逃跑休息间隙 习帽昭就主动与他搭话 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 那群红军拼死命逃出来的 可惨了 这个教育局长也信以为真 没多想就向他们讲了自己的实情 于是他们三个一拍集合 结伴同行去迎经 去往迎经的途中全是山路 他们前后多次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部队 好在这个教育局长与村中的人很熟 所以有了他的同行 所到之处都被客客气气地放行 也大大方便了陈云和习帽昭的行程 第二天 他们便顺利到达迎经 到达迎经后 这位教育局长把陈云和习帽昭 视为患难之交 怎么说都要盛情款待他们 还邀请他们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夜 陈云和习帽昭 怕引起怀疑商议后决定刻意留宿 同时也为了稍事休息 了解一下情况便答应了 只不过这个教育局长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款待的是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 之后 陈云化妆成江浙商人 在习帽昭的掩护下顺利到达成都 不久后 陈云就托人在成都报上 刊出一则 廖家俊启事 几天后报上便刊发了一则 遗失启事 署名为廖家俊 可千万别小看这则启事传递 报上提到的廖家俊便是陈云 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 就与周总理商量好的 刊登的内容就是约定好的暗号 表示自己已经安全到达成都 到了重庆 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亲笔信 找到了刘伯承弟弟家 刘伯承的弟弟在重庆开了一家药铺 人来人往 活动方便 陈云也在这里住了下来 准备待几日就前往上海 而将陈云送到上海之后 习冒昭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当时陈云以为自己逃离了上海 习冒昭也会安全离开 可惜直到1983年 陈云才知道 习冒昭在他们分开不久后便牺牲了 后来在陈云办完事情后离开上海 这时多位的党内人士已经在苏联等着他 于是 他在当时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 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和资议会议的各样的情况 也正因为他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世界人民和苏联才了解到中国的万里长征和红色革命 陈云出川的故事节奏性很强 步步惊险 但最后都被化险为夷 所以90年代中期 四川峨眉制片厂想将事件翻拍成电视连续剧 他们先是找到了陈云的家人 将剧本给陈云的儿女仔细过目 陈云的家人觉得剧情属实没有夸大其词 塑造父亲的形象也是爱国向党的 再加上陈云当时双眼已经是看不见的状态 他们也就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父亲直接同意了拍摄请求 同时他们也明白如果父亲知道定是不准拍的 所以大家也都尽量保守这个秘密 没有在他的面前提过 直到新来的护士将他们的好意给拆穿 向来公司分明的陈云一点小事也不放过 还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 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 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 外宾送的礼品也一一上交 他同秘书说收下了这里 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这怎么行 还有一次陈云在外地视察工作结束 乘火车回北京 当时当地派来送陈云的两位同志 告诉陈云的随行人员 车厢后面有一个大柳条框 是给手掌的一点营养品 回去后好好给手掌补补身体 随行人员一听 急了 我们手掌向来不收礼的 你们快把东西带回去 结果当地同志说 手掌在我们这又找人谈话 又开会参观 工作认真辛苦 他身体又弱 缺乏营养 得提高一下活食 我们这框里 不过是两只老母鸡 和一些青菜 请带回去给手掌补养一下 陈云的工作人员一听 觉得不好意思拒绝 便去向陈云请示汇报 而陈云听了后却说 不能开这个先例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以后就阻止不住了 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 要和他们说 他们的心意我领了 但东西我不能收 当地同志听了这些 很受感动 下车时把东西带回去了 渐渐的 大家也都知道了陈老的规矩 就算是登门拜访 也不会带礼 陈云还幽默地开玩笑说 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 我就说 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 就是这样的陈云 不让媒体新闻报道 不让电视剧上映 不让人送礼上门 但却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评价 而正是陈云出川 停播后 才知道观众们知道 原来还有陈云 这样一个老革命家 医生青年首终身 他的三不让 引领着后代步步前进 一关来此几经春 不愧苍天不复明 大概就是陈老的真实写照吧